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 我是谢金瑶 为了感谢大家的喜欢 今天在我二人的这个好日子 我就化作炫彩推荐官 给大家带来我的人生第一次 DIY染发思路 走 我今天特别选了这款 宅家零失误染发的 锐烟润膏炫彩泡泡染发剂 它这个外包装是一个 马卡龙色气氛奶茶杯 因为今天是我二人表白日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给力 就是表白一下我热烈的爱 染头发之前先不要洗头 因为头发分泌的油脂 是可以保护我们的 我们头上头发分泌的油脂 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发丝的 后续的话也可以更好的上色 这个粉丝也很搭我今天要染的发色 这个粉丝也很酷 没有有点香香 有点香香 弄上皮肤就开始咬的好了 疯狂去看它 看这种泡泡 像这种冰写的 似乎是很明显的那种 先均匀地抹在头发上 现在是这个颜色 先把后面弄好 再弄前面 让你们多看看我这个 给自己正面保留的形象 放开来吧 这样子往上面一抹 每一根发丝就会上色 是不是很方便呢 这样子再加一头 随时都可以染发 这很像那个 樱桃小丸子里头的 叫花蓝 像吗 带给大家来一个 韩式爱心有海 每一根头发都是爱心的 真的太多泡泡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泡泡 我一开始特别担心不够用 稍等一点 然后静置25分钟 看一个空调吧 好热 搞错了 再来 时间到了 然后就把它冲一冲 我刚出来反应完这时候 我想一直想说这什么味道 它有点像补套的味道 好 手难得从我做起 这头发还是很均匀的 它刚刚就吓了我 我之前挑过头发 顾料也会很色 顾料之后 我本来最近年头发都很难去吃 会滑 就会像黄干 但这个就不会 你看 然后我们最后用一下这个护发素 今天应该就可以了 把护发素洗掉 我们冲 然后吹干头发 我自己看看 我们现在把护发素冲掉就可以了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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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挺硬的 再把它完全吹干 再把它完全吹干 叹叹 叹叹 然后好了 吃饭也不错 一秒变超难 而且因为它这个泡泡膏有的时候 精油的沉寸呢 再加上我们刚才 哎呦 再加上我们刚才那个 那个精油的护发素 染完以后头发热很顺 就不像我之前染完 那个 橘发吧 脏橘以后 头发就像抿在一起 你看今天这个 打 打 打 我算头发了啊 是不是还不错 我今天呢 染的这个给力以后 我们就祝了 谢谢大家的给力支持 锐烟热膏炫彩 泡泡染 六种颜色 怎么用你喜欢的 趁着520 婉转发色 给力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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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力表白